一个男人不幸中枪倒在了地上 救援队很快赶来 但他们发现 一年前曾经来过这里 就是这棵树 一年前的一个雨天 一个女人上吊自杀 救援队赶来后把她救了下来 经过抢救 女人还是离开了人世 一旁冷漠的男人正是她的丈夫 救援队检查后发现 女人的手臂上全是伤 可以想象出 他们的夫妻关系很不好 虽然男人嘴上说十分爱她 但救援队根本无法相信 男人说妻子生前喜欢在这里打靶 树上还牵着打靶时留下的子弹 说完就冷漠地离开了 原来这个男人每天都花天酒地 夫妻矛盾日益紧张 这天妻子再也忍受不了了 他拿枪指向了自己的丈夫 男人虽然有点害怕 但他断定妻子根本不敢开枪 并不断地用言语攻击她 子弹打在了身后的树上 女人还是没有很下决心 男人一把夺过手上的枪 一巴掌把她打倒在地 更是对妻子放下狠话 然后扬长而去 女人彻底绝望了 几天后 女人选择在这棵树上 结束了生命 但让人奇怪的是 这棵树竟然慢慢地枯萎死掉了 园林工人过来看了后 决定将其砍掉 但男人想自己动手 毕竟这棵树 存在了太多的回忆 他装上子弹 举起枪 瞄准了绑在树上的炸药 随着一声枪响 炸药爆炸 竟把树上的那颗子弹炸了出来 刚好打炸了男人的胸口 男人忍着剧痛拨打了求救电话 但最终还是没能抢救回来 这个事故告诉我们 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